其實剛才在進行儀式的時候 兩位有沒有感動的哭出來 有啊 就在講誓言還有敗別的時候 我個人就是很有感觸 在講誓言的時候一度話講不出來 跟平常肢底下模擬的完全不一樣 那新娘有沒有感動的哭出來 我錄了大概兩分鐘 聽說新娘錄了我的三倍 然後中間哭了五分鐘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太有感觸了啦 我有感動的 我們是在七年前的今天 在 釣蝦場認識 一個很不羅曼蒂克的地方 釣蝦場 人家釣蝦你釣 我釣妹子 那我老婆說 後面要丟棚花 我說不用丟棚花啦 就直接去釣蝦場 就可以找到這麼好的老婆了 我們是籌備婚禮的時候才發現 22號的婚禮 剛好跟我們認識的那一天 不是特別選的 就很巧合 對 剛好今天這個飯店是有空位 讓我們租到位置 跟我們分享一下 認識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我認識她就在釣蝦場 那時候我剛好在停車 那看到她在門口講電話 就覺得哇這個女生還蠻高挑的 高高細細長長的 細細長長的 高高的細細的瘦瘦的 那進去釣蝦場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她有小孩 那個小孩應該有一歲多 就看到我老婆在孤那個小孩 就覺得哇這個女生好有母愛喔 她想說哇母愛的話那 如果交往的話應該以後就會變成 一個恥母 所以現在自己有小孩 等於說我那時候的眼光也沒有錯 那她也很顧我 我們的女兒 所以感覺上是一見鍾情嗎 可以這麼說啦 只是我一直沒有講 對 就是有時候我脾氣比較大一點 她就會比較 冷氣吞聲 那等事情過了之後 然後 以前她會比較 退的比較多一點 那結了婚呢 她就會比較往前站一步 那有時候就是有點對立 那當然啦 男女朋友或者是老婆 老公是一定會吵架的 只是說我們怎麼去 把這個磨合的方式給做出來 以前我就是動作會比較大 那可能手上有什麼東西 可能就是往桌上一放就會 聲音比較大聲 那常常也跟我說 不要有這樣的動作 尤其現在有個女兒 變成我們都是榜樣 所以我每天或是我 有什麼事情上頭的時候 然後要做這個動作我就會三十 所以對我來說真的是在學習 她不至於到會丟東西摔東西 但她可能就是稍微放的大力一點 然後所以像女兒有時候 因為小孩子不會掌控力氣嘛 所以她有時候東西放的大力一點 然後她有時候就是說 欸你剛剛那麼大力幹嘛 然後我就說咦 然後她就說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對所以就是他們都在互相學習 很明顯的就是小孩子 讓她更成長很多